本节目由酸女孩与生鲜食材科技共同企划制作 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 加工越少 吃得越好 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podcast 我是酸女孩的创办人洋葱妈妈 我们团队鼓励大家原型饮食 加工越少 吃得越好 这一集呢 我们一样邀请就是我们的酿造好味料理制主厨 小明来到我们现场呢 跟我们分享就是 秋冬要怎么吃 那我们之前很多的主厨分享过很多的盛产的食材 那我们就看看这一次小明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那接下来呢 我们跟大家先预告这一集的重点就是 秋天盛产的食材 除了根筋类之外呢 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就是红豆 那红豆要怎么样煮 让它并不只是红豆汤的表现 它可以进入一个料理的行为 然后如果你真的不小心 你真的很喜欢喝红豆汤 那怎么样红豆汤煮得不死甜 就红豆汤不死甜 其实是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喝红豆汤喝到一半就觉得 好甜我喝不下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粉丝的每一年来 最常问我们的一个健康问题 就是胃食到逆流 胃食到逆流怎么样去解决它 好 这是我们这一集的重点 好 那这一集我们邀请我们的 酿造好味料理制小明 主厨进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明 小明很开心 你又来上我们的节目 是 那我们这一集一样是秋冬的时间点 然后你之前有跟我们分享 韩式料理 好那我们这一次就是讲秋冬食材好了 我们之前的主厨有挑战过 根筋 大家已经聊过地瓜跟莲藕 所以你不能聊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调过柿子 好所以你也不能聊了 然后上次韩式烤肉你也讲完了 对 然后很多的苹果啊水梨你都讲完了 那你这一集要讲什么 秋冬如果要今天要讲一个 比较健康养生 你觉得很棒的食材 你会推荐什么 那我就来讲红豆 红豆 对红豆 对啊 红豆 不是王妃要唱 红豆 那你觉得为什么要推荐红豆 只能煮红豆汤吗 红豆大家既定印象来讲 就会觉得红豆它就是一个 甜品 那其实红豆我们可以把它归纳 归纳为 它是一个很好的膳食纤维的一个来源 那它本身拥有的蛋白质含量啊 是白米的三倍 那小麦的1.5倍 它甚至是白米饭的25倍 所以红豆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根筋类的一个豆类 只是因为台湾人都习惯把红豆 拿去煮红豆汤 当成煮红豆汤 对或者是只会联想到 比如说日本的红豆抹茶爆冰 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红豆它就是甜的食材 但红豆它本身是不带任何 就是咸或者是甜的一个 一个料理 人家是中性的 我们硬要把它搞成女孩一样 其实这是错误的对不对 对 我们只要在料理的方式 稍加的做一点点的调整 它可以做出很不一样的料理味道 对 人家不一定要甜滋滋 好啦 那不好意思 那我就要问你咯 就是如果今天这个甜滋滋的红豆汤 我们要怎么样煮的好喝 就是你知道吗 女生有时候就从小大大都说什么 生理期来或MC来的时候 都说他会去买红豆汤 或者喝这个巧克力 对 以前都会有蛮好的朋友 男性朋友会买红豆汤给我喝 了解 因为我先生在可能会听 所以我不能够讲说是什么人 所以他们就 他们都会买红豆汤给我喝 可是你知道吗 我每次喝红豆汤喝到一半 我都喝不太下去 因为真的好甜 而且我很害怕喝那个红豆汤 是那种有点 它已经是到整个皮都已经不见 爆破到不见 然后就整碗就是已经知道 是红豆皮 对 然后我觉得我好害怕那种红豆汤 那因为你很会煮嘛 那你有没有煮什么红豆汤给别人喝过 那你觉得你怎么煮好喝 红豆汤 当然煮最多红豆汤 是给我的女性亲友 妈妈 妈妈 妈妈好孝顺 OK 那你的红豆汤要怎么去煮 你有没有技巧 另外一个还有我觉得 红豆汤都大家都不太想要煮 是因为有一个部分就时间上拿捏 怕过头之后就很粉 然后就是不好喝 所以我希望你告诉我们 就是第一个时间上如何拿捏 然后另外一个怎么样煮 又不会煮过头 所以在整个制作或流程 要注意什么 红豆应该说所有的豆类 大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豆类啊 你如果单单的只是泡水 然后用热水一直煮它 就它的烹煮时间会非常的久 我觉得那真的没有办法 一个不小心它可能就变成豆花汤 就是就花掉了 或者是煮 没有煮熟很硬这样 那我要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技巧 其实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一定已经知道 就是我们把豆类啊 稍微洗净之后 不用把它擦干 带一些水汽 豆纸上面本身的水汽 你就直接把它装进密封袋里面 对 然后就直接冰到冷冻 你在煮红豆汤这些汤 这些豆类的汤品之前 或者是你要料理这些豆类的东西之前 你就是洗净之后 让它汗有一些些水汽 直接密封丢到冷冻里面去 它冷冻要多久 冷冻一般来讲的话 最好要超过四到六个小时 四到六个小时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因为豆子它本身 算是一个已经是脱水过后 我们把它晒干之后的一个穀物 对 所以相对来讲 它里面的质地 就会变得非常的扎实 那你要把很扎实的东西煮开的时候 相对来讲 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 用热水啊 烹煮的方式 让里面慢慢的软化 那我们利用 把豆子洗净之后 那那些水汽会慢慢的 跑到豆子的中心里面去 那如果我把它解冻了 会变成说 我把里面的纤维给撑开了 那撑开之后 相对来讲 你在烹煮的过程里面 它的水汽就会进去的更快 热水进去的更快到中心的时候 它就会越快的煮开来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偷偷把水先借冷冻方式 先挤入它的红豆的中心点 然后 把它的质地撑开 把它的质地撑开 哦 有有有 之前小明有教我这个方法 我发觉真的有差 因为以前我煮红豆的时间 借由这样子先丢到冷冻库 先做爆破的动作 完之后呢 然后再去煮 它是缩减一半以上 对 它会快非常的多 因为它等于是破坏了豆子里面 它原有的那个 很扎实的那个结构体 但这样做其实并不会损坏豆子 它本身里面的营养成分 不会影响 我们只是缩短烹煮时间 好 所以小明刚教我们一个方法 就是把红豆先洗完之后呢 这个水分不用完全沥干 然后丢到密封袋 然后丢到冷冻库 然后四到六小时之后 再把它拿出来 然后这时候 直接放到电锅里面吗 对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到电锅里面 然后加入适量的水 那这个水量当然就是看你希望这个红豆汤 它本身拥有多少的水量 然后我们在外锅的部分 加上1.5杯到2.5杯的水 这个水量取决在于你喜欢吃的红豆口感 如果你想要吃 稍微还是带有一点点 红豆它本身比较硬 比较Q弹的那个口感的话 我们就放1.5杯 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吃稍微绵密一点点 感觉红豆的皮咬破之后 它会有那个豆沙的感觉跑出来 那我们就放到2.5杯的水左右 对 那外锅的水这样放完之后呢 如果你想要增加一些些其他的香气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 放入一点点所谓橘皮类型的皮 橘皮就 对啊 秋冬它冬天几乎都是橘子盛产的 我们把那个皮削起来就好了吗 对 我们只要削那个皮就可以 你就用削皮刀 我们把外面那一层皮削起来就可以了 那柳丁当然也可以 夏天你就可以用柳丁 或者是像柠檬 柠檬也非常的适合 对那这个部分呢 你稍微先丢个可能两片三片进去就好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放进去之后 把电锅放下去烹煮 等到它跳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做第二次进行调味 这个调味当然就是你可以放一些糖 那糖可以选择白砂糖 二砂糖 蔗糖 你喜欢的糖都可以 这个糖量你觉得甜度差不多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第二次 你可以就是再增加它这个橘皮类的香气 再加第二次 对再加第二次 我们一样大概放个两片左右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重点 不想要单纯红豆汤只是一个甜汤 只喝到甜味的话 对啊我好怕 因为这个真的是喝不下去 对这个时候你要加一点点的盐曲 盐曲 有 盐曲这很特别 因为你是选择一个比较咸发酵的东西 加进红豆汤的目的是为什么 因为盐曲它本身虽然带有咸味 可是单吃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淡淡的米香味跟甘甜的味道 那我们把它加入这些甜品的汤头里面 是为了让它吃起来 不会让甜只是单纯的甜 它会有一点点的回甘 而且它可以刺激你在味觉上面 不同的一个刺激点 所以不会让你觉得说 我只是一直吃到甜味 一直吃到甜味 甚至连红豆的香气都不见了 反而加入一点点的咸咸的东西 像盐曲这样的食材进去 做调味之后 它可以更加的回甘 那个豆子的香气会更加的跑出来 这一道其实是去年 小明有在我们的料理教室 做这一道给我们吃的时候 我吃到盐曲加进去红豆汤的时候 其实非常惊艳是 我终于把那个红豆汤喝完了 好因为刚刚讲 其实之前我的版本就是喝不到一半 对对对 然后之后我就告诉我先生 你要煮红豆汤 记得帮我加盐曲 这样子 那我就会喝完 好提醒大家 就是因为真的盐曲 它会让你整个红豆汤 不会只有呈现整个甜腻的感觉 它是有一个balance 然后另外一个 很惊讶的就是 那红豆汤会变得非常非常清爽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惊艳的地方 好 那接下来呢 小明要继续挑战的是 我们刚刚讲的红豆汤 红豆煮红豆汤 那我们现在 不行 我们不能再给你这么简单的东西 那如果我们今天红豆 不要做甜点 它变料理 你会建议大家怎么去做 然后我希望有一点异国风吧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比较用 红豆的传统行为去看它 那可不可以有一些异国风 红豆它的料理变化 其实还蛮多种的 那因为它是豆类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它一样可以做成豆泥 豆泥吗 对 马铃薯泥的概念 对 像马铃薯泥 或者是大家会接触到的 鹰嘴豆泥 甚至是豌豆泥 那黄豆泥其实也有 这些东西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只要加盐巴 它就会变咸的嘛 对 那如果我把它和到起司里面 然后包到马铃薯饼里面 把它当成是可乐饼下去炸 它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是跟大家讲说 其实红豆它不是只能够煮甜的 我们今天想要讲一道就是 因为你知道秋冬 大家很喜欢用炖煮的方法 反正我就是 我可能住此的 大家家里都有一个铸铁锅 住物之类的 如果要用炖煮的方法 有没有什么样 把红豆放进去变炖煮 可是它不是红豆汤 那我觉得就可以把一道 我知道的巴西传统料理的 一个料理方式 把它改成使用红豆 巴西的那个料理的话 它本身是用黑豆 下去炖猪脚 对那比如说 台湾人比较怕吃太油腻 或者是很多人不喜欢吃猪脚 有点怕那个 那个短短的胶原蛋白 对那我们 没有啦 我们是怕去市场要买那只猪脚 其实我们不怕那个短短 女生就喜欢胶原蛋白 好就是取得上面困难度比较高 所以你会希望说 可以用一般我们的五花肉可以吗 五花肉可以 那我觉得只要你可以挑选一些 比较耐顿的 甚至是牛腱 牛肋 这个其实都可以 那五花肉当然是其中一种选择 对只要油花它本身是够多 然后是耐炖的 肉质其实都可以 不一定说非要用猪脚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的特定的某一种肉品 对那只要是你喜欢吃的肉类 它是耐炖的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我们这道菜叫做 那就原本巴西料理叫做黑豆炖猪脚 我们这道叫做红豆炖肉 对我们就把它当然是红豆炖肉 对 好OK红豆炖肉蔬食朋友都帮你去想 不用担心 如果我们不要肉 然后小明你要把那个肉换什么 其实把肉换成根筋类 我觉得都还蛮适合的 像冬天大家就会联想到 喝汤的话我想要喝白萝卜汤 白萝卜汤 那白萝卜当然就很适合 那红萝卜当然也很适合 然后比如说像莲藕啊 杏鲍菇啊 或者是猴头菇 这种它本身纤维质是比较明显 而且炖煮久了之后反而会更入味 而不是让食材变得软烂的 这一种就是像比较 耐炖煮的食材 其实都还蛮适合的 好那小明要跟我们讲这一道 红豆炖肉或红豆炖红萝卜 或红豆炖菇 它要怎么做 它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那如果是炖肉的话 我们就会把肉稍微洗净之后 跟红豆 这个红豆当然就是你已经 至先稍微有洗净过的 那这边的红豆你不用把它拿去冷冻了 因为我们炖煮需要时间 如果我这个时候你拿去冷冻的话 它可能就会变成豆瓣 对那我们就是用洗净的红豆 顶多稍微泡个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水 对那这个红豆洗净之后 我们就是跟肉一起放到锅子里面去 那这个水呢只要盖过肉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吃一点特别的 你可以用譬如说黑啤酒啊 或者用一些高汤下去一起炖煮 那这个水只要盖过肉就可以 我们先 要炖煮多久 对我们煮滚之后呢 水滚之后呢 转小火炖煮先炖煮35到40分钟 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肉的部分你觉得它已经开始要熟成了 就差不多是六分熟左右呢 我们就可以把根筋类 然后跟洋葱 或者是你喜欢的蔬果类一起放下去 继续炖大概再炖15分钟 那你只要看到这一根筋类已经软烂 那相信就是肉已经到达你要的 一个柔软的程度 这个时候我们才进行调味 所有的调味一定都是在 炖煮的东西熟成之后 再去做调味的动作 最后才调味 最后才调味 对那调味的部分的话呢 当然就可以依个人的口味 像我的话可能就会加一点点的辣椒酱 对它会让就是你在吃的同时 更打开你的味蕾跟食欲 然后加一些浅至醋 这个部分呢 主要是让你的汤 汤头里面呢 带有一点点的酸甜甘甜的感觉 那咸度的部分 有些人比较没有吃这么咸的话呢 你可以加一点点的海盐就可以 那或者是加入盐渠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因为它里面都有一些天然的 发酵好的一个菌在里面 所以加入到这个炖煮的东西里面去之后 它会让肉质更加的鲜甜 然后软爛的部分 哇 其实听完就很好吃耶 其实好像也不太需要做 没有 我们要做回家 今天要做 所以这道菜就是红豆炖肉 或者是红豆炖菇 或炖红萝卜 或白萝卜都可以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 他其实就先把红豆先洗完之后呢 跟我们的肉呢 下去先加水之后炖煮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 然后到那个肉 它大概成6分熟的时候 我们再加入我们的根筋 萝卜 或者是马铃薯之类 或者是洋葱 你喜欢的所谓的耐炖煮 杏鲍菇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这边再炖煮15分钟完之后 那其实我们这样前面的30分钟 再加15分钟 所以你的红豆一定应该基本上都成 比较像泥状的一个状态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进入调味 调味之后你可以选择加入我们的浅次醋 增加它一个酸甜口感 然后辣椒酱 那看一个人需求 那我们这边的话 基本上建议大家就是 建议用盐取或者是海盐 那因为盐取是带发酵 会让它的香气层次会更多的变化 另外一个 那含量比较低 好 这道的红豆炖肉 或者是红豆炖菇 红豆炖萝卜 完成咯 我觉得这道真的很棒 我自己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它其实还蛮懒的 懒人的 因为它基本上都是炖煮的方法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剩一点点时间 我们要做一个粉丝提问 那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 这节目已经有预告 就是最多的粉丝都常问 我们的白果中医师 喂食道逆流 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像是现代人的 文明病 文明病吧 文明病 好 那不好意思 因为洋葱妈妈没有喂食道逆流 所以每次粉丝在问我的时候 我都会想 那是什么感觉 好 那我就要问 小明你有喂食道逆流吗 我有 太好了 你知道吗 其实那时候我在想说 喂食道逆流 我一定要问一个来宾 他有 因为我没有 其实我很难回答 就是怎么样 但我们大家最后会有一个 白果中医师一个正确回答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题目给他了 然后他已经有回答我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念出来 那其实小明想问一下 喂食道逆流 你都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发生 一般来讲的话 是一定是饮食不正常 那这个饮食不正常 可能比如说早餐起来 胃本来就不是很好 早餐起来的时候 没有吃早餐 没有进食 那胃酸就会比较多 有一点像是 你人已经醒了 可是你没有启动你的胃 对 然后很多人的习惯 像我是真的没有 没有那个习惯 但我知道很多人 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喝咖啡 或喝茶 对 刺激性食物就直接先下去 胃酸就会更多 那因为我是早上起来 如果忙 我就只有吃中餐 但我的中餐 可能都是下午两点三点吃 所以胃酸已经很多了 因为其实小明是一个 自由工作的创作者 他有做料理的创作 很设计 他有在做衣服设计 他还有在做室内设计 我是一个杂工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才华的 所以他相对来讲 他会配合跟不同的业主 跟所谓的专案合作的人 他的工作时间相对来讲 就不太一样 那我会觉得 其实现代人 好像都是斜杠人生 他们就是做很多事情 他当然很忙 所以他没有所谓的正确的 三餐饮食固定的时间 然后一忙起来就已经 可能不知道下午两三点 还吃第一餐 然后早餐就是先用咖啡 先裹肚子 所以你会发觉 对好像饮食的时间 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 还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就会 为此当你有状况就会发生 像有些人压力大 就会习惯就是吃甜的 或喝甜的 像手摇 哎呦天哪也是 手摇 现代人好像全中了 对 奶鸡煮 珍珠奶茶加鸡排 这就是为止到逆流的 那个致命杀手 就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 所有的饮食啊 很常会碰到的啊 对那过多的糖 或者是油炸类的东西 或者是像咖啡因 其实这个都会造成 就是为止到逆流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睡前的时候吃东西 这个我觉得才是一级必杀 对我来讲啊 对因为回到家 一腔毙命 对 回到家你就会吃那最后一餐 那最后一餐可能是你的晚餐 你今天的晚餐 可是问题是你吃完的时候 回到家已经是那个时间点了 你在吃完 直接刚好洗完澡躺下去睡 刚好就是让胃酸整个就 呛呛滚了 真的真的 我觉得小明其实刚讲的 几乎都是白果中医师回答 好那但我还是要念一下他 因为他是存在着 好OK 就是粉丝有问说 其实他觉得他每次喂食到 逆流 喉咙都会觉得卡卡的 有什么食疗能改善 然后这以下是我们的 白果中医师的回答 他说第一要细嚼慢绝 我知道这对于工作繁忙的人来说 很难达成 但是请大家努力去做到 然后尽量不要太饱或太饿 因为你太饱太饿 你就不会细嚼慢愿 你会狼吞虎咽 好 第二呢 要少吃甜食 他说甜食对胃酸 有一定的程度影响 尽量避免 那酒精咖啡等刺激饮料 也尽量不要喝 哦 就这个是刚提到 有味stowning流的朋友 麻烦就是可能 咖啡跟酒精喝的量 要稍微再控制一下 第三 进食后尽量不要立刻睡觉 所以宵夜是能免则免 如果真的要吃 也至少间隔 至少半小时之后再睡 好 所以就是要稍微熬夜一下 才能够睡 白开水也尽量 不要睡前再喝哦 他说真的想喝一点 就是尽量是 以少量润喉就好 他说第四 就是生活压力 生活压力 其实是难免的 然后他也说 常常发现 现在很多人去旅行的时候 好像胃食到逆流 就痊愈了 意思就是说 这就是压力啦 好 那另外一个 很多人说 如果我在平时当中的饮食 或者是 在喝饮料的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 其实白果中医师 建议大家 在泡茶的时候 加入成品 会有一点点缓解 缓解并不表示根字 根字还是要回到 第一件事情 细嚼慢咽 二少吃甜食 然后吃完之后 不要睡觉 半小时之后再睡 第四个就是 压力要稍微缓解 好 那其实我们就回答 大家这件事情了 所以其实很开心 就是今天这一期 可以邀请到 有一个 喂食到逆流的主厨 小明来上现场 告诉我们红豆 要怎么煮 才会 红豆汤会好喝 那另外一个 红豆并不一定要 去当做一个 甜食的概念 它可以变入一个 煮食料理的方式 炖煮的方式 然后另外一个 很开心 我们终于解开了 喂食到逆流 这个神秘的面纱 因为洋葱妈妈 没有喂食到逆流 好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 那个我们的小明煮出来 然后希望之后呢 因为我们要进入冬天了 嗯 再来跟我们分享冬天要怎么吃 跟怎么煮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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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最近 bes 猪 导 导 to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